到了现在那队修法军队居然不是比赛投票 而是比赛打架 而且上场打架还是两个女性 一胖一瘦 你说这是一个什么局面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佬重庆 立岳又是甲急动员的 两边又在立岳真的是扯破嗓子 而且还肢体冲突 这一回已经换主角上去了 这次的主打者国民党这边是徐晓星 而民党那边是嘉义士出来的王美慧 请注意 在国民党和民进党里面有两个名字很相近的 在国民党这边是彰化县长叫做王慧美 注意彰化县长的美在最后一个字 而离彰化不太远的嘉义士的那边民进党立委叫做王美慧 如果你记不得了你就记得阿慧是民进党那边的 而阿美是国民党这边的 否则你今天会搞过因为三个字的写法都一样 只是第二个字跟第三个字呢 次序有所对调 而两位女性的年纪也差不多都是50左右啊 好了这两位女性从政人员呢 当然了他们都前后当了立委啊 因为呢王慧美的是之前的立委后来当了张华的县长 现在呢是王美慧呢他从议员是民进党的 从嘉义士的议员上来干了嘉义士的立法委员了 所以呢两个人都曾经或者是现任干过立委 而现在民进党打架的这个呢就是王美慧 阿慧呢上场去打架注意啊王美慧啊他的身材 可是徐晓星的两倍到三倍啊 所以打起来呢是非常不得了 我不认为徐晓星啊在个头上在通胀上呢 能够讨到便宜 可是在国内就不能太难看 那么他们发生什么事呢 他们是互相啊这个扯了对方衣服 而且呢是真的肢体冲突很大 我猜啊这两个人呢至少徐晓星呢 应该过去没有遇过这么大的肢体冲突过 他从小到大 他现在三十多岁 要有人对他这样或者他被人家这样 这可能从小时候到现在都不容易出现 没想到啊是他干了 议员当然立委以后呢才遇上 而这会不会是他的最后一次呢 我也不认为 因为现在毕竟啊才刚刚开议啊也才五个月哦 或者说根本只是五个月才刚满 就已经进到这种局面 那么请问各位后头还可以有多少事啊 因为啊他们的这个任期是到2028年的1月 那么请大家注意这时间还长得很 而且在中间里面除非这两个人啊被罢免 或者这两个有一个人被罢免 否则他们还会再遇上我认为他们是梁子结下 而且现在呢他们是针对所谓的选拔法 因为目前的选拔法如果继续按照这个制度的话 那其实对国民党是实质非常不利的 而民党如果要发动选拔法来修理国民党的 不管是县市首长或者立委或者是县市议员 那真的是可以烽火连天 也就是一年到头都可以搞选拟罢免法 特别是这个是罢免的这一块了 来修理国民党这样一来 国民党简直啊是没办法睡觉了 或者说整天就会被他们搞的一语奔秘 这种事呢就会变成是烽火连天 也就是说现在啊干国民党的这个 不管是县市长或者是立委或者是议员啊 简直是美好日子过 薪水呢是一般般 顶多就是比一般市面的大公司的经理人呢 再好一点 他们大概所领的薪水啊相对于大概是 台湾的这些14家金控的银行的分行的行长 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但是啊他们所冒的风险比银行的行长啊 应该相对要大的头 而且要负责的这个选举的这个相关的金钱来说 那就不是这些行长都能够负担的 也就是说每次的选举费用啊少说都是一千万起跳 甚至好几千万 但是四年领下的薪水呢只有满打满算 不花半毛钱也才八百万 所以这是一个赔本的生意 你怎么去当罗这些钱来选举 行长呢是努力的干就会有这八百万四年 但是啊如果这立委呢 你努力干还不行 你还得张罗来选举费用 所以这个民意代表也好 或者这个县市长也好 或者议员也好 真的是非常难干 到了现在呢 面对修法的军队居然不是比赛投票 而是比赛打架 而且上场打架还是两个女性 一胖一瘦 你说这是一个什么局面 感谢你收看 MING PAO TORONTO